咱就是说小月月的嘴是开过光吧 今年在狙击手的手印礼上 岳云鹏就曾跟张艺谋导演寻求合作 张艺谋还冲着小月月竖起来大拇指 时隔几个月后 岳云鹏就出现在满江红的主演名单中 还定档在大年初一 岳云鹏这绝对是紧离本礼了 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表示 张艺谋导演用小月月不亏 岳云鹏本身就自带喜感 看完预告片 原本以为会很严肃 但看到小月月的造型不由的感觉好笑 就是不知道小月月是不是得罪了造型师 这胡子是认真的吗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不是悬疑剧是不喜剧片吧 单看一阳千禧不绝的 但加上岳云鹏和沈腾 真是看到这张脸就想笑 这样神仙阵容真是让人期待 在预告片发布之后 岳云鹏也是第一时间进行转发 粉丝们也纷纷送上祝福 祝愿票房大卖 当然能看到岳云鹏最新主演的电影 网友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毕竟岳云鹏在采访中就曾表示有两年 没有接新电影了 因为全都是喜剧 岳云鹏想挑战自己 多演一些证据 在去年有一本子岳云鹏比较喜欢 但因为饰演反面角色 怕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以没有接 如今参演满江红 岳云鹏也算是达成了自己的愿望 其实对于岳云鹏的演技 不少粉丝还是非常认可的 无论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 岳云鹏饰演的猪头 还是送你一朵小红中的五小妹 岳云鹏都给大家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而且岳云鹏还凭借在鼠胆英雄中的表现 获得了最受媒体关注的男主角的奖项 岳云鹏的演技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人物刻画得非常饱满 有血有肉 这一次参演满江红相信岳云鹏也不会让粉丝失望 期待小月月能在剧中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